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10日 周六下午 日直连第17轮进行首场比赛 横冰水手将主场迎战伯雷素尔 论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横冰水手目前喜获联赛三联胜 球队将会全力冲击榜首位置 此番面对最近联赛表现低迷的伯雷素尔 相信横冰水手不会手下留情 横冰水手不愧为未免冠军 他们经济整体表现相当出色 上轮联赛面对FC东京 横冰水手凭借安达陈洛佩斯梅开二度 以及马高斯祖利亚建功 最终以3比2击败FC东京 球队顺利喜获联赛三联胜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在联赛积分榜上竞争激烈 横冰水手与榜首位置的神户胜利传同机33分 但同时其身后的名古乌八金 广岛三剑等对军队榜首位置虎视眈眈 如此一来 横冰水手必须继续全力抢分 毕竟经济未免之路并不平坦 球队战役十足 此番面对最近陷入低迷奇的伯雷素尔 相信横冰水手没有不胜的理由 阵容方面 门江饭仓大树和后卫脚田梁太郎等人 因伤休战 伯雷素尔经济彻底沦陷 他们上轮联赛以4比5不敌北海道闸晃刚萨多 从而进5轮联赛 仅得2和3负的劣迹 球队目前不在状态 不仅如此 伯雷素尔上轮联赛失利之后 他们目前排名以下滑至积分榜倒数第二位 并且与联赛副班长FC横冰同机12分 换言之 如果金杖比赛有所差池 伯雷素尔可能会跌至垫底位置 那么球队的户籍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值得一提的是 伯雷素尔上一次联赛做客与横冰水手的交锋 惨遭4球大败 球队在心理方面处于下风 此番在战目前状态大涌的横冰水手 伯雷素尔确实难有作为 阵容方面 后卫迪高谢拉和威灵顿班奴军阴商休战 感谢您的收听